我们现在正在往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开 从凤凰城开过去 现在还没有出 Arizona 你看路边好多野花花黄颜色的 绵绵不绝 但是现在花多了花粉多了 好像有点开始过敏了 Arizona真的是好荒凉啊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加州境内了 一跨过亚尼桑那河加州的那条河 就可以看到很多农田 真的景色差别非常的大 亚尼桑那是真的村草 这边感觉同样的地理风貌 但是会种庄稼也好神秀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周围好多野花花呀 前面的山岩感觉好大好高啊 这路边的这个紫颜色的野花 长得很像树尾草的花 真的是好多呀 一直都有耶 可以看到黄色的花也蛮多的 不得了耶 哇 这山好荒啊 那村草不生 一直不得了 村草不生的山 看要怎么从这个山的中间这样穿过去 现在正是加州野花花的peak的时间 三月初 希望今天可以看到 Poppy 进了公园开了好久 然后现在终于到这个 Visitor Center 哇 这一片景色真的是很美耶 荒芜的大西部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公园里边来了 但是现在不是很清楚哪种树算是 Joshua Tree 这个是吗 这种是吗 这个跟Yuka Tree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Yuka呀 昨天看到好多Yuka呀 这种是Yuka吗 现在是三月初 天气真的是好好啊 不冷不热 看着太阳很大 但是其实不热的 在户外晒着的时候 有点点皮肤有点烫 但是温度很舒服 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夏天来 三月份是最好的季节 我们在刚才那个Visitor Center 付了30岛的入场飞 跟那个巨人族国家公园一样的 你在Visitor Center付 付完过后进来 但是没有看到门耶 就直接开进来了 没有任何检票的地方 风景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的狂野 但是现在还是没太高兴 到底Yuka Tree是什么区 真的是好荒凉啊 感觉好像在外星球耶 很像那种拍那种科幻片里边 外星人的飞船降落的地方 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天哪好慌好慌 我们现在到了第一站 Cactus Garden 全是这种仙人掌 这也太夸张了吧 昨天在凤凰城的植物园里面 看到几棵 这边真的是好多 一万无计 凑近的拍一颗 它这个仙人掌的字是白颜色的 所以在沙漠里面显得特别的明显 白白的发着光的感觉 雪儿就从这边进去 它是个环线 没有多长 主要就是走一圈 看这个仙人掌 真的是好多呀 这些人真的长得蛮可爱的 毛茸茸的 你看这一片是不是感觉在发光 每一颗仙人掌都在发光的一样 在地上钓了好多它的那个小baby 它是不是就这么繁殖的呀 这些小baby钓到地上 然后就生根发芽 就长成一株新的植物 你看这下面 你看这颗大的下面这么多小的 应该就是这么繁殖出来的 哇好多 好可爱呀 我们走进了这个仙人掌森林 天呐 四边八方都是仙人掌 这很高耶 这比人还高这颗 它上面结了很多果子 好神奇的一块地方 真的是一望无际的仙人掌 它从这上面看上去 它就往里边走这条小道就没有牵绳子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走进去 只要你自己不怕被扎 这个刺扎到人身上应该是会非常痛 怎么能够这么多 长得好可爱 这种东西说实话 它长到这里一大堆好看 如果你真的是拿一小颗 种在家里的花盆里面 就没什么意思了 它有些长得高的 它下面杆子都全部都黑掉 这种东西应该是高到一定程度 过后就会死掉 有些它整颗整颗的都全部黑了 就死掉了 看这个要死的仙人掌 它里边是这个样子的 就跟编织的什么东西一样 杞人掌里面好像都这样 昨天看着巨人柱 死了过后也是这个样子的 一格一格的这种纤维 然后这个就更明显了 这种纤维的有洞洞的东西 它很硬 这个应该是它的骨骼部分 它外面的那个长刺的那个东西很容易烂掉 烂掉过后这个骨骼可以在这里保存很久 我们终于看到Joshua tree了 所以之前这个的确是Yuka 然后Joshua长什么样子 在前面这个高高的有树干的 这种才是Joshua tree 那种没有树干的 然后下面全是叶子包着的 那种就是Yuka 它们的上部分的叶子的确是长得比较像 现在这一片全是各种各样的石棚 我们现在去看一个石头组成的拱门 那这里有一颗Joshua tree的小baby 所以这样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Joshua tree的叶子 边边上没有那个毛毛 它就很光滑的 这样一根一根的叶子 然后这个是Yuka Yuka就很明显 有这个边边上有这个一丝一丝的毛毛 所以Yuka在这里的意思是丝栏 这就很明显了 哇前面两颗Joshua tree好大呀 很高很高 我们走近一点看一下 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下面还有一个小baby 所以它是可以形成树干 然后再往上面就被干枯叶子覆盖了 我们还在向着那一对石头前进 太大了 这里可以看到好几颗很高的Joshua tree 哇前面那颗树好高 哇这边这颗也是好大个 哇这颗好高好高 Joshua tree 它这种树应该是长很慢的 这种植物它的树皮跟其他的树皮也差不多 是有树干有树皮的 我们进入这个大石头区域了 哇这些人跑这么高 好神奇 全是石头的 它这些缝隙里面居然有这么大的植物 哇好大一天石头 太夸张了 不过这个路还是蛮好走的 哇 天哪我们爬到这个石头山的山顶上来了 放眼望去 一大片石头 哇前面两个石头好大 好壮观 下面是他们的camping的地方 很多帐篷啊 房车都可以看到 这个区域走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它很多石头可以爬 现在我们再往反方向走了 它是一个圈圈 这样一圈就可以回去了 好有意思哦 你看这些大石头 其实很多人都在往上面爬 只是我们有点不是很敢爬 爬摔脚 哇 上面有一个老外 爬上高 哇 这个地方很漂亮 可以拍一张美美的照片 好好玩啊 我们还是 离开了正道 爬到一个石头上面 因为这边的路比较好走一点 哎 这大石头上面怎么这么多小石头 这应该不是人为放上去的吧 还是说游客无聊丢上去的 它如果是天岸行程的 它怎么可能 大石头上有这么多碎石头 所以这颗也是Joshua去 看刚才的逻辑分析 是用叶子旁边没有丝丝的 甚至是Joshua去 有丝丝的就是那个Yuka 这颗也是Joshua去 你看它叶子缝缝里面 还有好多小石头 也不知道是人给它刷进去还是风吹的 这颗应该是个baby 所以你看它整个杆子上 还全是叶子 树杆还没有露出来 越往公园的深处走 Joshua去越多 你看往那个方向看 那边有一个 然后那边有一片 很多很多个 然后往这个方向看 这边这边到处都是 我们又来了 来到一个新的chill 这个叫做Split Rock Chill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Split Rock的意思 好多大的石头 哇 这个石头下面还有一个洞 各种各样的大石头 天哪 这个石头巨大无比 然后下边还有一个这样的山洞 古代的原始人会不会就在这种地方 安宁大宅 古代原始人肯定在这里煮饭 夺雨 这么大个山洞 让人想到这个电影疯狂原始人 很喜欢这种石头的chill 蛮有意思的 就很好玩 这个chill有两个脉 哇 这个石头真的是巨大 巨大一个 对啊 这条chill真的是好有意思啊 特别好玩 你看他就是用那个小石头 把该走哪里给你标出来了 免得你在大石头上面乱爬 爬来出事 哇 这种斜面的石头的话就有点小心 不过他这个石头一点都不滑 他很粗糙 反而是那种有沙的地方会比较滑一点 只要是踩在那种裸露的石头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对这个Split Rock是指这两个石头 它从中间分开的 所以说这个chill叫做Split Rock 难道我们要走到这个方向去吗 那也太远了吧 应该不会 这里居然有孤零零的一颗Josher tree 好孤零零啊 而且在这种石头上面 它是如何生长的 这石头里面有一点点土 四面八方都是光秃秃的石头 这种植物真的好顽强哦 那边还有好些各种各样植物 我们还在这个Split Rock Chill上面 它就最开始有一截是那个翻大石头的 还不错 然后中间很长一截都是这种土露 然后平的 基本上是平的 旁边有一些植物 哇这石头好大 哇这颗野生的仙人长 好大 翻过这个山坡 前面是什么 应该快到了 这总共也就两个卖啊 从这个堆石头下去 应该就是停车场了吧 我猜 这些石头好圆哦 又回到石头山这边呢 好壮观的一大片石头 但是现在我们有点迷路了 因为它一路上都有倒的一个箭头 然后这个地方突然没有箭头了 得找一下往哪里走 看一下是往哪里走 找一下路 我们刚才从这个方向 从那边这样过来的 过来过后 应该是这边 是吧 是吧 看上去满像台阶的样子 到前面去看一眼 因为这边 这个方向我已经探过路了 都是石头没有路的 是这边吗 哦对是这里 这个像是路的吧 一看就是有人踩过的 哎 没对啊 他们这边为什么也有条路 那边还有个 女的从那边走过来 不管了 反正这几条路就对了 哇出太阳了 我们今天天都有点阴 这个公园还有一个山顶可以看日落 但是因为天气实在不好 我们都不打算去了 哇出了太阳的石头好好看 阳光灿烂 哇这个石头好大 这个已经不能叫石头了 这叫做山 石头山 看那边 也是巨大的这个石头 这边这个石头转过去 应该就是停车程了吧 我感觉我讲这句话也讲了很多遍了 然后沿着这台路走 应该是对的吧 这里又没有标志了 之前的路上都有标志 哦这个小石头应该是它修出来的路 对对对 这个石头气了这个是路 然后呢 从这里下去 应该是的 从这里下去 哇这石头上好多洞 各种风化的洞 像这种 应该是它天然形成的吧 这一排 这种石头的天然形成 不可能是人工弄上去的吧 好神奇哦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东西 啊 我们居然遇到小伙伴了 前面有一个游客 这边人还是比较少 因为今天是周一 所以人比较少 有些时候这边这个Chill 停车都没办法停 哇 这山上那个石头长得好奇怪 虽然这个Chill只有两个卖 但说实话 走起来还是有点累的 因为坡比较多 哇 前面这座石头山 好壮观 巨大 真的是巨大 哇 好多久修了去 哦 到处都是 哇 那边那个石头山上有个洞 好神奇 这个石头长得好神奇 被风化了 虽然这个洞上还有个小洞 哎呀天哪 我们已经很快速的跑了一个小时了 我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刚才遇到个老美 他手里有一个那种专门的hiking 导航 不需要手机信号就可以动的一个APP 然后他帮我们导了一下航 现在沿着这个方向 最终还有15分钟 加油 这个却又说着两个麦 不止吧 怎么这么远的两个麦 哎呀妈呀 终于看到停车场了 前面这堆石头 就是我们最开始hiking的时候的那堆石头 之后下边就是停车场 以后出来hiking真的不能信他那个地图上写的两个麦 写的两个麦走起来绝对是不止两个麦的 因为不排除你会迷路 不排除你会走到其他地方去 他在旁边有好几个chill 都是通的 就你很可能走着走着就走到别的chill去了 甚至很可能走着走着 你就走到别的chill 下一站还有一个chill 然后就结束 joshua公园的行程 这一带好多这个joshua tree啊 一面也蛮蛮都是的 这棵好大钱的这棵 哇这得好几百年吧 真的很有特色 这东西在这个公园外面都看不到 车还蛮多的 哇这个树越走越多 越往这个公园里边走越多 而且都是很大棵的 之前在外面都是很矮的一两个分子 这里边的树都是很多分子 一看就是好几百年的那种 好夸张 哇现在这边好多这个树啊 跟昨天去那个巨人住公园有一拼耶 一密麻麻的 好多好多 我们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chill heiden valley 这个chill是整个公园评分最高的 这个chill 这个chill地图上写的是一个麦 希望它的一个麦是真的一个麦吧 反正是老少皆宜的一个chill 应该不会翻车 还蛮有意思的 在一堆石头中穿过来 这个chill的头头上写的是有有那个山羊出没 所以说不能带狗啊这些动物 这沙漠地区的温度真的降得好快啊 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真的是陡降 白天还是穿短袖的温度 现在就已经穿上棉衣了 手露在外边 暴露在空气中 手指头都动得好痛 这个heiden valley这个chill 和刚才那个split rock比起来的话 这边要简单很多 就是路也比较宽 雕饰也比较多 不容易离路 哇 这个joshua区好大 这就是他的heiden valley吗 在这一片群山环绕之中 哇 这棵好大 这好几百年的吧 应该 旁边这个小的 这一片好多 那个joshua区 特别多 听说在这边你如果想自己种这个东西 你还得有正才行 不是谁都可以种的 这个应该算是什么国家保护物种了 累的吧 这个chill走上去还蛮舒服的 因为全是沙 也很easy 很平 不错 风景也很好 哇 这是石头 好大 所以说 其实如果到joshua区 联系统park来 时间不够的人 或者体力不好的人 那个其他chill 其实都没必要去走 跟rock有关的chill 都没必要去走 你现在这个heiden valley就可以了 看那边还有那个split rock 可能周围好几条圈 其实都差不多了 都是在这种石头缝缝里爬 哇 这个好好看的一圈 大石头山 把这一头给围起来 然后里面全是揪去 哇 真的浮了 在这边 这种时候 如果还camping的话 好容易感冒啊 现在真的温度降得好快啊 非常的冷 从夏天到冬天 也就半小时的事情 而且风很大 在这石头缝里 风很大 吹得来 四色发抖 哇 这风景好好 特别有意思 这种穿石头的去路很有意思 正在想说这种去路是什么人开发出来的 有些地方它还是有简单的修过 有些地方它就是在天然的石头上面凿出来的路 这种就是明显是修过的 修得太解 这很好玩 真的跟探险一样 哇 这一大片石头山 好壮观 就说相当于说 这个地方是被四面八方的石头给围起来的 就像那个寺外桃园一样 穿过那个石头缝 一下子进到这个秘密基地里面 跟外界就与世隔绝了 哇 真的是 与世隔绝 哇 前面那个山 金山 太阳震荡落山 把那个地方全照亮了 好美啊 我们还在这个海登阁里 与世隔绝的 被一圈山给围起来 哇 海登阁里这条区有强烈推荐 非常好玩 具味心很足 各种各样的路况都有 而且难度也不大 关键是风景很美 快看 那边正在日露 好美啊 这还有一棵 Joshua Tree 这个山 我们现在正在翻过这座山就出去了 它这个虚有 有一点不好 是它这个地上沙很多 沙多的话 就会直接导致有点滑 快小心 哇 现在看到这个晚霞 太美了 天哪 天哪 我们好现在继续往前走 真的是看伴着晚霞 hiking 太幸福了 应该快到了 因为这个区有说是只有一个卖的嘛 前面应该就是parking了 这个区有非常好玩 强烈推荐 除了路有点滑以外 小心别滑倒 其他都不错 哇 这种路特别滑 这种路一定要小心 然后沿着它这个石头走 反正看着它摆石头的地方就是 该走路的地方 好 我们现在走出这个hiden valley了 太阳落山那样 好漂亮啊 hiden valley很不错 值得推荐 距离和难度系数 都比较适合赶时间的人 而且来过这个地方 基本上其他区有精华的景点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翻过各种大石头啊 看那个树啊 反正该有的都有 这个区有里面 好 约苏亚国家公园 就完了 今天 没错 完成所有景点的打卡 现在准备出园了